鹰鹿的投篮进了 这可是正式比赛中 鹰鹿的第一个中投 湘北F4简直不敢相信 王牌板子们也都惊讶得瞪大光眼 当然九田大第一就没有睁眼 风也对人们一脸猛逼 一个普通的跳投 至于这样吗 但是来自神代川的老乡们 没有不吃惊的 高头教练也没想到 鹰鹿这个菜鸟已经学会了跳投 爱奇教练真有一套 鹰鹿飞奔道场边 和表示祝贺的老天 高兴的机长庆祝 鹰鹿军团看着鹰鹿 仿佛看到雏鸟第一次飞行一样 你能有今天多亏了我们呀 鹰鹿也和观众席上的情子对视着 我真的做到了 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本想在队友面前炫耀一下的鹰鹿 却遭到了无情嘲讽 不过鹰鹿这一球 的确鼓舞了湘北的之气 风月进攻 大惺惺大喊 我们还差几分 鹰鹿落后还差七分 板仓运球到前场 靠着深够又是猎杀工程 直接跳投三分 工程惊讶 这货竟然还能投三分 江北进攻 岸板叮嘱板仓赶紧挥房 趁着板仓幌之间 工程发动电光使我技能 水开板仓杀的篮下 高高跃起 精挺鼓房大喊着 你这个家伙真能跑 工程看见赤木在空位 直接传球 赤木一接球 用三人包夹 此时外线三井已无人防守 三井接球 大招早已蓄力完成 还是漂亮的姿势 还是稳稳命动 阿德等人聊起那喊 赤木和工程庆祝配合的不错 岸崎教练也起身 示意打力不错 观众们也说 看来相伟实力不错 风月进攻 刘川峰气势不显 立马对位南列 看着刘川峰的表现 南列心态已经崩 案板挡拆 南列跑位三分线外 接球直接三分出手 竟然投出一个三步毡 案板和板仓还在吃惊 工程已经发起快攻 单刀杀到进去 上篮轻松拿下两分 相伟状态终于回来了 赤木镇守中路 工程穿插撕裂对方防线 三井外线狙击 比赛还剩五分钟 相伟追评比分 还赢得了现场观众的肯定 下集更加精彩 下集合 下集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